这么荒唐的事情 阿爷怎么也答应了你 你怕什么 不是说了不管是何方勇士 都能上台比武吗 意思是 打堂的人也可以打类 怎么了 你还担心你的书与哥哥 不肯上台啊 乐颜 那个 阿师乐小哥还很厉害吧 要是没有人能打过他 可怎么办 田稷都能用上等马对中等马 赢了齐威王 我也可以克的 我去选 为什么 无聊 船哥 没关系 就算了吧 你就帮乐颜打个价 你先赢了那个事 然后再输给魏淑玉 这事也就成了 姓魏的能赢我 怎么可能 所以教你输给他呀 凭什么 什么凭什么 你又不娶乐颜 你输给他是自然的呀 船哥 你们没有必要 因为我的事情吵架 反正我不可能在你面前 输给那小子 算了 不跟他输 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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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逼你这位朋友 也不用逼书彧哥哥 他若是心里有我 在擂台上自会想法子 他若是心里没我 那便就没有吧 大唐这么多好男儿 难道我会嫁不出去 雷烟 你现在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对了 罢了 既然不能打赢舍尔 好好消磨消磨 他的体力也是极好的 真是 你们不能进 你们不能进 继续继续 来 李承琴 是你 李承哥 上次在洛阳的时候 我还没跟你算呢 好 来人呢 李承琴 阿姐 都给我出去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 阿姐你冷静点 你不能再打我了 我回去自会向阿爷请罪 你给我过来 不是 不是 别 松手 是他们 他们带屋来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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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近日算你们倒霉 你还没 碰见我还活着 但是念在旧相识的份上 我就不跟你们计较 但是如若今后在长安城内 有传言说永宁郡主还活着的话 哼 你们应该知道后果 你们为什么这么怕的 李承琴你还太小了 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玩的 可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 告诉他 我当年都干过些什么 这王侍郎乃东晋王谢之后 曾经因为强强民女 被这永娘大动了三根骨头 后来这王侍郎见到女的就跑 至今未娶啊 这陈渊外郎的小儿子 在东市放生吃便秘 永宁让他在池里泡了两天 陈小郎君从此潜心修佛 好 专营放生了 我小时候对永安公主不敬 永宁见我一次打我一次 我为了逃跑 硬是练就了现在这个神吧 你是二胖 从小一直欺负我的那个 李承琴 过来 他一直都跟你们玩在一起 干嘛要告诉你 你扶尔过来 我想让他在明日比武招亲之时 去救你姐姐 张孙静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他今日是被拉来作数的 你看见了 他坐在一旁看着 什么都没玩 阿姐 你眼光可以啊 我可以作证 她是个好人 那好吧 就你了 明日永安公主比武招亲 你需要去打败阿世勒人 别让我们的公主被人抢走 你以后 恐怕伟父没有能力再教导你了 您别说这种丧死我 我们找最好的医师给您治病 可以去打败阿世勒人 好准准备得很全 毕临 万一 他才能长得利 要从这里 报上眼 为父知道你的心思 你可以自己先想清楚 若觉得自己不卑 就可以选择先生萧可汗 然后再输给其他共孙贵族 但是 也可以赢到最后 来 若不是你养育我 我只是路边的一个野孩子 和曾改余悦相娶公主 为父这一生 为过赦家 从未为自己考虑过任何 你大可不必走我的老路 你就按自己的心愿 从心所欲不羽惧 也未尝不是历史之道 这个阿隼说不来就不来 笋哥哥当然不能来了 笋哥哥要是来了 那就一定会赢的 可要是赢了 他就得娶大唐的公主了嘛 不行不行 他光是娶你 我就已经够勉强的了 再来一个大唐公主 那是不可能的 长哥 为什么大唐的圣上没有来 他只要知道结果就可以了 啊 结果